Hello 看数码对比就选小源测评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对比栏目 这一期我们来看看 安卓之光小米11 Altro 和苹果之光iPhone 12 Pro 到底怎么选 这期视频比较长 大家可以按照进度条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去观看 首先对于手机来说 我觉得好看很重要 我们要先看外观 首先你要问我初次 看到这两部手机 对谁的印象更好 我想说无论是几个月前 还是当下我依然觉得 iPhone 12 Pro更漂亮 第一次拿到小米11 Altro 主要我觉得这个背部的摄像头 这个元器件太过夸张了 上手之后又前重后轻握持感 非常的差 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 而iPhone 12 Pro 苹果大胆的做出了决定 将圆角边框 改回了乔布斯时代的这种直角边框 屏占比做到了更大 握持手感也变得更好 之前我也会担心这个手机 它会很个手啊 而实际使用下来 倒角处理的非常完美 外观材质方面 小米11 Altro使用的是一个陶瓷的机身 带来了非同凡响的温润手感 摸上去的确比华为Mate系列的玻璃 要高了几个档次 但是对比iPhone 12 Pro的这种磨砂后壳 它在这些工艺和细节上 还是缺少点苹果的这种高级感 而且它还是一个指纹的收集器 相反iPhone 12 Pro的指纹 防指纹的效果要强很多 所以说外观这一局 iPhone 12 Pro占据优势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聊 性能和系统 小米11 Altro搭载的是 MiUI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iPhone 12搭载的iOS也不赖吧 我对系统的评价是这样的 没有完美的系统 只有熟悉且顺手的系统 对比已经用习惯的iOS操作系统 资深的苹果用户 猛然换迹到MiUI 你会觉得很明显的迷茫感 功能键找不到 软件也很断 系统元素过多 如果你是MiUI系统的米粉切换到iOS 你也会觉得怎么啥都没有 一切都要靠第三方的App去支持 还有被小爱同学各种秀下线的 C6引用助力 所以你在体验任何一款系统 都需要长达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去适应 系统各家都有长短 但是对于玩游戏的玩家来说 iOS的声带和触摸感会更好 对于续航和功能的齐全性来说的话 MiUI走更强 更符合国人使用 那性能上 小米11 Ultra搭载的是 骁龙888满血版的 和苹果A14处理器不相上下 对于现在这个CPU过剩的时代 跑分针就没啥意义 真没必要去看了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拍照 因为后期我也会更新专项的对比 你们到时候去看那个专项对比会更专业 然后这一次我拿出的两组样片 给大家先看一下 这期视频只给大家爆料 小米11 Ultra的拍照能力 真的是玩爆iPhone 12 Pro 而iPhone 12 Pro的视频拍摄能力和防抖能力 则更优于小米11 Ultra 小米11 Ultra犧牲了外观统一性和握持手感 使用了三星研发的GN2图像传感器 拥有了手机届最大大的可怕的超大体传感器 加上小米独立研发的夜消算法 通过AI识别能够给你带来更惊艳的拍摄效果 对拍照感兴趣的 还请关注后期的更新 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影音体验 小米11 Ultra采用的3200x1440的高清屏 数字肯定是明显要强于iPhone 12 Pro的2532x1170 屏幕刷新率上小米11 Ultra 120Hz的刷新率 完全是可以吊打iPhone 12 Pro的60Hz 尺寸上6.1寸比6.81寸的小米11 Ultra要差很多 iPhone 12就明显要小很多 而且还有这么大的刘海 小米11 Ultra采用的屏幕指纹解锁 在屏占比上也更占优势 采样率上适备于iPhone 12 Pro 手屏幕真的没法比 硬素质真的没法比 实际体验上我上了两段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差距是否真的很大 音质上小米11 Ultra采用的是和哈曼卡顿联合推出的全景声系统 在音色音量音质上确实比iPhone 12 Pro要强很多 通过A B对比大家可以很明显感受到音质上的差别 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 游戏上的体验 我们均以英雄联盟这款游戏上的体验 进行体验视网 我还是比较主张直观体验的 因为参数帧率手指键的互动力 整体跟手度都需要真实体验得出结论 单屏网友的那些帧数曲线 还有细思极孔的这些温度测量数据 并不能体现出一款手机最真实的一面 下面我将以我的真实感受分享给大家 在游戏过程中你能明显感受到iPhone 12游戏跟手度要更高 虽然这次小米11 Ultra在参数上480Hz的采样率是4倍于iPhone 12 Pro 果然参数还是参数 在发热上 骁龙888和苹果的A14发热量都比较正常 游玩一盘游戏后也就是20分钟均开始有明显的烫感 在游戏过程中同时开启快充 10分钟后 iPhone 12因为温度过高 CPU降频导致的游戏画面非常的卡顿 而小米11 Ultra 这次由于采用的硅氧负极电池技术 发热问题并没有影响游戏体验 这一点还是值得好评的 总的来说 游戏体验还是iPhone 12 Pro更原生态 施斑顺滑 小米11 Ultra技术上则更新建 如果不是那种操作要求很高的游戏 也完全可以胜任了 最后的最后是续航 我觉得这一点真没必要谈了 iPhone 12 Pro 2000多毫安和小米11 Ultra 5000毫安 还真的没法打 再加上苹果20瓦的快充和小米的67瓦快充差距实在太大了 小米11 Ultra完胜 我后期也会有专项的对比 对续航有更大需求的朋友也可以翻出来看一看 如果你都看到这了还不赶紧关注一下 未来会有更多精彩 我们一起期待下期再会 下期再会